很简单 其实就够够出来了 对对对 就挺简单的 其实我们在传统上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审美方式 那波浦艺术它其实是涂鸦和拼贴很多手法在一块表现的 就比如说我们非旧的杂志 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没有用就丢掉了 但是呢 随意地把它撕碎 我就是它这个 想给它穿件衣服 你可以任意地去拼贴 你看看 可了不起了 你看看 有时候给大家穿一个类似于草裙的东西 随便撕什么形状 对 完全是凭你的自己的想象力 然后去 这个美术老师疯了 你知道吗 上吨 撕纸玩 来看 这女人说 它就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一些视觉感受 这个虽然是在很有名的雕塑上再次创作 但是这个已经不属于以前的维纳斯了 而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维纳斯 它就代表了你的一种生活状态 你的对艺术的一种独特理解 所以说波普艺术呢 就是人人可以参与的一种艺术形式 这节课就先上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 高老师上课 我刚才这课我听得特别认真 我想跟高老师就是交流一下 就这维纳斯 可能他诞生的时候开始就面临一个困惑 他身体这个残缺是怎么回事 或者说他裸露的上身 很多人看到了美 很多人看到了艺术 那么你看到了什么 其实恰是你内心世界的一种真实反应 那么你把杂志这个纸张撕下来 上面都有文字 也就是说人已经形成了固定观点的一种东西 他给维纳斯穿上了一层衣服 也代表着你对这种艺术 和对这种裸露行为的一种意识观点和方式 你怎么看待世界 怎么看待维纳斯 所以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来讲 有行为艺术的东西在里面 对 它有一些表演艺术在里面 就它和一些行为表演肢体融合到一起的 因为你也可以 其实用原料在上面随便的涂鸦也可以 甚至你可以用毛线粘贴在上面 就只要是我们生活中 不用的各种这个废品 其实你都可以把它进行艺术的再次加工 就说艺术其实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东西 对对对 我说这对吧 是是这样 我毕业了 谢谢啊